记者肖宇涵台北报道,已婚网红前空姐在网络因偷吃被老公抓包,今29日老公公开她与小王摄影师闲尸对话引发热议,随后小王出面道歉,并关闭脸书、IG账号,正当所有人矛头都指向空姐时,她稍早写下长2400多字的文,透露被老公假暴心酸。 网红空姐在脸书表示自己多年强忍悲痛营造和乐家庭形象,其实她与老公不但五年无幸生活,更被长期家暴,不仅老公,就连公公也有许久及肢体暴力的记录。 她接住子抱老公不愿碰她却多次在客厅打手枪,让她开始怀疑自己,她最后决定离婚却被老公掐脖子,拿棒球棍威胁要打她。 网红空姐被发现外遇后,老公威胁公开两人床站影片,并要求她支付高达1800多万元。 空姐说,她强迫我用非正常体位,我痛不欲生根本是性虐待,哭住求她不要这样对我,真的很痛。 床上都是血,她说我没得选择。 文莫她对此次风波道歉,也表示,一切交给律师处理,往后我也不会再对这件事情做出任何的辩解和说明。 空姐脸书全文,至关心这件事的人,首先我要先向关心我及爱我的家人和粉丝们说声,对不起,我做了最坏的示范。 以下是我这些年的心路历程,今天逼不得已的情形下,我强忍悲痛营造的和乐家庭形象都已破灭,家丑必须外扬,希望不要再有相同的婚姻受害者发生。 我今年32岁,但过了长达五年的无性婚姻,除此之外每天活在肢体暴力,也与暴力的精神压力下,公公和老公都有酗酒和肢体暴力的记录。 每当我施主跟他沟通,他每一次都把对话讯息公开在他的个人社群网站,我隔天在执行航班任务时都被同事关注,大家都会来关心我们的家务事。 但我每次都能处理老公的失控行为,不会在网络上跟他比战,劝他把文章删掉有话好好说,终究是为了孩子保留正面形象。 老公有服用精神科用药,时常情绪不稳对我咆哮。 我2012年怀孕那年至今没有性生活已长达五年,我不知道社会大众对于无性婚姻的看法是什么。 2013年孩子出生老公不再碰我,总说有小孩在旁边很奇怪,但小孩那时只是婴儿。 屡次推开我,对刚生完孩子的妈妈来说非常没自信,是不是身材变形,老公对我没兴趣。 我心里告诉自己,好,没关系我再等孩子大一点应该就会恢复正常,2015年小孩两岁,性生活依旧没改变,那时老公胖到110公斤。 我告诉自己,应该是太胖没性欲,我鼓励他受身,后来医生告诉他再不受身会中风,因此他做了缩累手术瘦下来,状况依旧没改变,三番两次在客厅打手枪被我发现,我哭住问他为什么要这样?有需求为何不找我? 他却说打手枪比较爽,2016年,我过得很痛苦,得不到爱,小孩和工作是我维持着婚姻的动力。 我再度施主跟我爸妈和老公的朋友诉说无性生活这件事情,请他们帮帮忙,爸妈非常心疼我,也跟老公沟通过,告诉他婚姻不可能没有性生活,如果状况不改善希望我们好聚好散, 结果他把我跟他求爱的吵架对话讯息,公开,在个人脸书还标记我脸书,告诉大家他就是不碰我,他性无能,如此不堪的对话放上网络我情何以堪,隔天上班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我是无性婚姻,我开始怀疑我老公的做法是不是心理上或精神上有了疾病。 因为一般男人必会谈论的私人隐私他竟然乐于分享给大众,也思考不顾虑我的感受,2017年,我这些年来过得好累,强颜欢笑, 为了经营部落格不管前一晚被怎么对待,提醒自己一定要保持正面积极的态度。 但在家里每天面对酗酒对我咆哮的老公,我有天忍不住把离婚协议书签好了,放在桌上,没想到他掐我脖子让我不能呼吸, 还冲去拿棒球棍要打我,说不会这么轻易签字,说要让我痛苦一辈子,我害怕得不敢再提。 但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动手打我了。 他时常在儿子面前打我的头,儿子问我为什么爸爸要打我,我只能笑笑地说他在跟我玩。 但他掐我脖子这件事让我非常痛苦,我只得去医院做了家庭暴力事件的验伤诊断书, 但为了家庭和谐,还是不忍提出诉讼及生情保护令。 在此段期间我仍旧希望改善我们的婚姻关系,于是我在2017年9月花了80万元买了一支伯爵表, 希望他不要再每天酗酒可以重视我们的婚姻关系,让儿子有一个完整开心的家。 他收到表很开心,但改变了一个月又开始喝酒,原本是在家喝酒,后来躲在停车场喝完酒再上楼。 我非常生气地把手表拿回来说你根本不配戴这个表。 2017年10月的日子开始更恐怖,因为他生气我拿回手表,开始加倍地喝酒,抽烟,咆哮,我心里好累,这样的恐怖日子还要过多久? 我也是正常女生,也有需求,更渴望被爱,为了孩子坚强留下来,努力维持正面形象。 但内心是很空洞,这些老掉牙的家务师,身边的好姐妹已经听了好几年,也都束手无策只能叫我加油,为了儿子继续加油。 2017年底因工作需求认识H先生,常年累积的无碍婚姻,让我顿时犯了错。 不是因为他条件比我老公好而爱上对方,只是有个人陪而已。 2018年老公在家中装了监视器我完全不知情,对于这件错误我于事发后不断地向我老公认错道歉,希望能挽回婚姻及家庭,也完全断绝与H先生的联络。 然自此以后我的日子却因为他不断地威胁逼迫我,而陷入痛苦深渊,他不但对我提出刑事妨害家庭告诉,还不断逼迫我给他大笔金钱,否则他要用尽各种方法吊我,甚至跟我玉石俱焚,今日他将此事情曝光。 我必须再次向大众道歉,但早在二十八分之五他就传影片给我,威胁我要把这个影片传给记者媒体,还要传给我爸妈。 我非常担心影片曝光,我不希望影响到我的儿子,和让我爸妈及大家伤心,答应了他的威胁,把我所有的储蓄保单和医疗限要保人都改为他的名字。 保单价值共三百多万元,但他嫌不够,对我便本家利于取于求,要我另外再付给他六百万元现金,跟每个月六万元的善养费给他,直到儿子二十二岁为止,一共一千八百多万元,我说我没有这么多钱,他还强迫我去贷款,连专办贷款的经纪人都帮我找好了。 我问他如果我给你了,你是否会答应不跟我离婚,和我中修就好? 他答应我说好。 于是乎我又再挥了一百万元现金到他账户,他觉得不够,又再逼我去信贷二百万元给他,申办需要时间,这段时间,他让我留在家里假装跟我要好,每天跟我航房,还说他很厉害,故意之前不碰我。 我心里更受伤为什么要搞到这样的地步才愿意碰我。 但他的刑房不是正常的。 他强迫我用非正常体会,我痛不欲生根本是性虐待,哭住求他不要这样对我,真的很痛。 床上都是血,他说我没得选择。 我每天反问自己如果我给了他这么多钱,之后的四十年生活是这样精神虐待身心受创。 我有办法活下去吗? 后来隔天刚好信贷的拨款要下来了,但他对我的性虐待愈发严重,我突然清醒着婚姻已经没有挽救余的,我给他再多的钱,他从来都不想再爱我,反而是我未进卵。 我因而拒绝他拨款,但他却限定期限要我配合,否则就上架曝光,我再是否在受他威胁而就范的境界中挣扎,朋友们劝我勇敢承担不要再就范,因为这样不值。 期限一过他果真将家丑外扬,闹上新闻,他不惜伤害我,伤害他自己,也伤害了儿子,伤害了双方的家人。 我真的深表歉意,我真的不希望家务事曝光,更不希望我深爱的儿子受到伤害。 现在所有一切我都已委托律师处理,交给法院评判。 到目前为止,虽然有很多网络上的留言对我批评,我都虚心接受,也有很多关心我的朋友给我加油打气,我心存感激。 现在的我,心情反而豁然开朗,终于不用活在恐惧中,谢谢大家的关心,往后我也不会再对这件事情做出任何的辩解和说明。 再一次感谢大家民众如玉同居关系暴力情形,可拨打113保护专线,或向各地方政府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求助,张女在脸书说明自己长期受到家暴并过无性生活。 翻设自脸书,张姓乾空姐在脸书公布自己的验伤诊断书。 翻设自脸书。